这边请 亲亲爱的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出来了 请进 还说我 你看看你呀 你是去走红毯呢 还是去当伴娘呢 这可是琳达送给我的战区 小姐 抽奖在这里 好 谢谢 真没想到啊 俊明呢 肯出席这个公司年会 真难得啊 你很高兴吧 这几年呢 她太封闭自己了 当然 这样呢 可以专心工作 可是我总希望 她能跟别人多交流 多沟通啊 对吧 是啊 怎么样 很好 很精神 佟总 这是一会儿要用的演讲稿 我不需要 哎 林伟有份合同 她明天要用 没有给她送过去 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 这是我的错 因为这儿已经太忙了 我忘了把合同拿给您签 还在我那儿呢 这样 马上叫人取过来 我在这里去 好 我让李浩去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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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好久不见了 最近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 爸 有一份邀请他 等会儿再聊 好 你们先聊 你怎么来了 你也太不靠谱了吧 电话也不接也不来接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还问你你怎么来了 你邀请我来的啊 你还装糊涂 我邀请你来的 对啊 尊贵的各界来宾 慈秀迎新的日子里 我们非常荣幸与您共度 开始了开始了 巨镇集团年会 现在开始 跟进的各位来宾 欢迎绿林巨镇国际集团 创业45周年 酒会现场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与厚爱 今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同时呢 今天我们最亲爱的佟总 也是清临到了现场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佟总的到来 你让我干什么呀 我注意跟谈点事 评价的角色 什么意思啊 让我看看神力的同居民吧 同居民有什么可看的 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说的 亲爱的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 光临巨镇四十五周年的庆典 你们的到来 让我们今天的晚会 澎湃升辉 同节 巨镇国际 是我父亲创立的企业 目前的业务涉及 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有金融 保险 房地产 顾振宇 旁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杨湃 杨湃 你别记得你听我说 郭敬国的 郭敬国的 多小话经营的 企业联统 他一定会给你解释清楚的 都是骗子 我今天说话比较简单 我童俊明只说一句话 在未来的岁月中 只要跟着我童俊明 我一定会带领大家 走向成功 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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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 你早就知道童杰就是童俊明 对不对 连你都骗我 你们当我是傻瓜吗 梁星 俊明不是有意欺骗你 他很喜欢你 他就是因为太喜欢你了 所以 所以怕一旦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反而会失去你 如果真的是喜欢我 他就不会这样耍着玩我 我也是有足尊心的 他没有耍着你玩 除了身份没有告诉你 他一切都是真的 你不要再替他解释 骗了就是骗了 谁会在乎是怎么骗的 好了 你先别生气了 要不这样吧 我 我先送你回家好吗 不用了 你们都是一伙的 我的俊男小姐 我现在把他 iç饿也让他肯定了 如果你想弄他 你要不想弄他 我不想弄他 你还是不要转他 我现在给了你 你不要再给了你 我先转他 你不想弄他 你不想弄他 我这么说弄他 你不想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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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姐姐姐姐姐 您给我们选一个好日子 毕竟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现在让我们来进行最后的抽奖环节 在我身旁的这个抽奖箱中 有每一位来宾的姓名 那么抽中了的男士呢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大奖一份 抽中了的女士啊 除了大奖之外 更可以与我们最亲爱的童总 来共舞一曲 是不是非常期待呢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晚这个最幸运的来宾到底是谁 梁欣 有请梁欣小姐 梁欣他怎么来到这里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是给他发了邀请 梁欣 梁欣 我觉得这次两句真的很生气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跟他好好解释解释了 我什么时候跟童俊明在一起了 别装了 整个网络都在传你们的诽谋 你可发达了放了个大款 你咋说电话了 乖乖 你的童节居然是童俊明啊 你们在一块的消息已经传遍神州大地了 哎 所有的女人都逃不过负伤的诱惑 给 哎 给 吃 玩意 看 老朋友 老朋友 我 哥 从小到大 我都觉得你做的事情和决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 可是这一次 我也真的没有办法认同你的做法 你不应该慢良心这么久 也许 这一次 我可能真的错了 什么叫也许 真是大错特错 以为你平常多成熟 没想到你在感情的世界里 却犯下这么致命的错误 良心他又不是 哥 要不要我去跟良心说说 不用 我自己搞定吧 那也是这个结还得让你自己结 哎你知道吗良心好像真的跟那个巨镇国际的老总在一起了真的假的当然真的了网上都有照片了就是一个傍大款的你说这些民主持人不傍大款是不是捐自己掉件了就是 嗯 快走不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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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